9月20日 父亲留下了遗书 他的资产全部由我们夫妻来继承 父亲留下的遗产并不是太多 那所大宅只作为财产有很高的价值 虽然我不太愿意提起这样的话题 这座宅邸不管是继承还是维持 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税款 我们父亲的积蓄加上父亲的账户群款 勉强可以支付得了遗产税 但今后要维持那所宅体所需要每年缴纳房 返产税 并且由于那所宅体的评估价很高 所以每年的税金也非常的高 我们夫妻讨论如何卖掉这所宅体 但是将父亲留给我们的那所宅体卖掉真的好吗 正巧 河村的公司在那所宅体附近似乎有设分公司 于是我们商量后决定搬到那所宅体居住 11月1日我们搬了过来 这是我和我们父亲一起生活过多年的地方 除了稍微有些基层其他抱持着原貌 因为父亲的兴趣 宅体内部的结构很复杂 有一些起柜的小机关 我还会让人家迷路 小时候的我觉得那种机关非常的有趣 但现在只会觉得不方便 尽管如此 经济上也没有富裕来进行改建 只能对其放任了 这个家附近虽然和春所在公司的分公司 但我所在的公司由于距离的原因 我离职了 出于佳季的考量 哪怕是打零工 也好 也必须赶快找到工作 但首先还是把房子打造一下吧 01年2月1日 搬到这里一年多了 我终于有生育了啊 在进入稳定期前 虽然不能掉以清晰 但我还是兴奋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和春 和春也能为我高兴 曹宝宝 能不能快点单身啊 这也太着急了吧 5月17日 医生说 宝宝已经进入稳定期 我的肚子开始变大了 和春兴奋的 比我还手忙脚乱 现在就这副德量 呃 现在就这副德性 以后该怎么办啊 7月29日 肚子的小宝宝今天也很顺利的在成长 家鸡还有鱼 富鱼 和春让我再下个月持六工作 再加安心的静养 虽然人家觉得现在还能继续工作的说 和春 真的是太浇灌人家了 10月2日 你预定分完的日期越来越近哦 渐渐的写日记都有点困难了 我也要陪着你一起收产假 和春她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和春 你冷静点啊 从今天起为了分完的准备 开始住院的住院生活 暂且把日记带上吧 不让任何人看到 偷偷地 10月10日 今天的黎明之时 我平安地生下了一名女婴 体重3051公克 母子均安 这么写感觉像是医生的口误一样呢 我其实当时很害怕 因为我的母亲 似乎就是在生母的时候去世了 我一直想 自己会不会和母亲一样 在疯万死去呢 满脑子都是在担心这个 总之就算我死了 假如孩子没事 就还好 就还好了 就还好啦 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呢 啊 河春还是绕样子呢 妈 没什么好写的 和往常一样 手忙脚乱的河春的说 10月11日 说起来 还没有写过关于我们孩子取名的问题呢 其实 很早以前 我们父亲俩就商量过了 但是 名字迟迟定不下来 小 小宝宝当生之后 再决定吧 为什么当时 河春这么说 未建成呢 回想起来 那是河春在鼓励我吧 想让我平安的产下健康的小宝宝 然后再两个人一起为 小宝宝 取名吧 给小宝宝取名子 可是头的那是 才不会交给河春一个人去办呢 啊 然后 名字就决定叫诺子啊 像诺饼膏一样软软的小脸蛋儿 可爱得不得了 全场人员一致通过 其实 这两个人 重新往后 多关照啊 诺子 1月10日 诺子出现 整整三个月了 其实 每个月都要庆祝一下 小宝宝发育得很快呢 展眼间就长了这么大了 但还是一如既往的软软的小脸蛋儿 经常崛起嘴 不高兴呢 河春现在也还没有回来 已经对他说了 今年是三个月的纪念日 应该 快到家了吧 因为是纪念之 今天买的蛋糕 诺子虽然不能吃 只有我和河春两个人吃呢 其实 只是因为我想吃蛋糕才买的 呵呵 2月27日 这段时间忘了写日记 别说日记 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做 天哪 河春死掉了吗 还是 就是 在想日记的时候 其实 那个BGM都是随着 剧情在起伏 就是这边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 也不能一直就这样消沉下去 我还有诺子在 虽然这么想 还是没有能把想法写进日记里 总感觉 如果写进日记 它就会变成事实 可我偏要把我 把它写进日记里 这是我生存过的证明 我要把我的人生 有重要影响的事情 全部都记录下来 要正视现实 于是 我把上个月发生的事 记录下来 1月10号的晚上 河春没有回来 已经等累的我和诺子一起睡着了 凌晨10分 电话响了 我也是河春的电话 谁知 电话中听到的是一名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的丈夫遇到了车祸 虽然立刻将他送往医院藏酒 但是 之后的话 我完全没有能听得下 听得进去 其实 是我本能的再拒绝 继续听下去吧 我不想听 我不想思考 我不相信 我不承认 我不好不愿意 打听到医院的名字 充满赶过去 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河春他 已经死了 9月19日 河春去世时 保险金下来了 虽然不是什么巨额的保险金 即使如此对我和诺子来说 领到了这份保险金 成了唯一的依靠 但是 这些钱迟早会花完的 考虑到以后的生活 必须要尽快地 开始工作 但是开始工作的话 把诺子送到托儿所 又放心不下 说起来 进托儿所的话 也需要花费 花钱啊 而且 还有托儿所 所额 无法入所 的问题 就算 就算真的想进 什么时候才能进 都是个问题 因此 我决定开始从事副业 用以前工学时 学到了电脑方面的技能 开始接一些可以全部在家里进行的工作 担时 薪酬低的让人吃惊 时薪与最低薪酬标准来算的话 大概就最低薪酬标准的一半吧 即使如此 只要增加工作的量 也是能够赚钱的 这样打算着 我面对着电脑 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 10月10日 今天是诺子的生日 刚刚学会爬的诺子 到处爬来拔去 虽然诺子现在还不能吃 但妈妈已经买蛋糕回来了 快点长大 能和妈妈一起吃就好了 说到这个 我偶然会想起父亲送给我的音乐盒 用这个音乐盒来代替生日快乐歌吧 我打开了音乐盒 让诺子听到我音乐 诺子听得津津有味 但是诺子把它弄坏 虽然没有让诺子碰到音乐盒 自那以后 每当诺子哭个不停时 我就会打开音乐盒给诺子听 听到音乐的诺子 不知道为何 就会停止哭泣 啊 真是不可思议呢 不过这是摸紧摸紧呢 12月25日 今年还有很多的 没有交稿的工作 还不能停手 连去祝圣诞节的时间都没有 说起来 昨天是和春开始交往的纪念日了吗 哼 彻底的给忘了呢 最近好像满脑子都是交稿的事情 还有将近150小时的时间 足够 足够 2月7号 每天都是一昧的埋头工作 连写时间的日记都有点舍不得 诺子 妈妈最近都没有怎么照顾你 真的是对不起啦 等现在的工作完成的话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妈妈过饶了吗 这份 这份日记 你所说的诺子 就是我了吧 没错 也就是说 幼时是你的身母 而和春是你的身父 也就是说 安爷爷 你是诺祖外公的弟弟 就是那么回事 这之后 妈妈她 怎么要我 这个 由老朽来告诉你吧 有时拼命的工作 接受大量的委托 每天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 基本上都用在看孩子和工作上了 找成精神肉体的双重疲惫 日记里的最后一天的记录 记录的第二天 有时因为过劳而倒下了 如果当时能够立刻将她送到医院抢救 进行适当的治疗的话 也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 但是和诺子两人相依为命的 幼时病倒的话 根本没有人会发现 虽然偶尔来访的送货人员 听到诺子的哭声 察觉到异常报了警 但这时 已经是幼时倒下了两天后的事情了 被送到医院之前 幼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诺子虽然很虚弱 但没有生命危险 诺子康复之后麻烦来了 诺子该由谁来领养呢 诺子的生父和春的父母 根本无法联系上 也没有能作为合法监护人的其他星期 此时 老朽这边也接到了通知 但是老朽并没有出面认养诺子 因为和大哥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老朽此时想的是 自己怎么可能会去认养大哥的外孙女 而且 就算老朽不出面 也一定会有其他人 领养诺子的吧 但是 最终无人来领养诺子 诺子被送进了儿童福利院 这之后所发生的 你也都知道了 在儿童福利院里长大的诺子 小学三年级 由老朽领养 一起生活到了现在 上小学时 安爷爷来领养我师 没错 在接到最初的通知后 没有人领养诺子这件事 一直让老朽根根于怀 于是 就选择灵养了我 老朽的内心 或许认为这是一种 一点赎罪吧 又或许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吧 其实 想在诺子 诺子成人之前 巴拉巴拉的 但是 看起来在诺子成人之前 使神就要来把老朽给接走啊 这真是 一句 让我笑不出来的笑话 老朽从前就没有什么幽默感啊 诺子 你曾经感到很不安吧 身边的朋友们都有父母 唯独自己是孤身一人 为什么 自从从懂事起 就没有见过父母呢 该不会是自己被父母抛弃了吧 父母是不是根本没有爱过自己呢 心中充满这样的疑问吧 嗯 但是 透过至今为止 老朽告诉你的 加上日记里的内容 你应该清楚了吧 诺子 是被父母如此的深爱着 而老朽 和诺子 你一起生活的这五年间 真的很快乐 虽然最初只是为了赎罪而领养的诺子 工人 不知不知 Guardians 我讓你明白一件事 諾子至今生活在眾多的愛的關懷之下 而且 今後也會在愛的關懷之中成長 從病房外面傳來的呼喊聲 諾子 諾子 醫院裡要保持安靜 哎呀 說吵吵吵吵就到了 愛著諾子的人來了 啊 說 說 說什麼愛 真是太誇張了啦 真的 有誇張嗎 愛 愛爺爺 你太壞了 嗯 嗯 哈 哈哈 諾子感覺到一直在內心的某處 困擾自己的心間正在徹底的消失 一直在念刀自己快要死掉的安葬 最後接受了延續壽命的治療繼續存活了幾年 一直在支撐著病魔產生的安葬的人是諾子 正因為有諾子在身邊 所以安葬才要活下去的勇氣和希望吧 然後 結衣儀儘管還是一無往常的擺著臭架子的樣子 但經常 還是經常 陪伴著諾子的身邊 諾子偶爾會再次翻看日記 雖然日記裡的內容裡充滿著悲歡離合 即使如此 諾子決定透過反覆瀏覽母親的日記 讓自己將父母永遠留在心底的記憶之中 不管是快樂的事情 還是悲傷的事情 因為 這一切都是重要的家人所留下的足跡 喔 媽媽好漂亮喔 不過 爸爸看起來就是超老實 超老實臉的欸 喔 小時候諾子 好適合這個名字喔 喔 結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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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變了 天哪 好棒的遊戲喔 我覺得他算是在溫馨像裡面 阿曲至今玩過 呃 程度非常非常高的遊戲了 阿曲玩過什麼溫馨像啊 有嗎 呵呵 不太氣熟欸 嗯 對啊 就是他的不管 呃 故事架構也好 然後像是奶奶香的篇章也好 其實 所有的故事 主線 其實都是串連在一起的 看到最後的日記 進來會發現原來 諾子 竟然是那一棟宅邸的 應該是算他們家 他是那個家的人欸 天哪 這麼說著就是有一種 哇 這故事架構非常非常龐大的感覺 對 而且所謂的日記 真的非常非常的長 嗯 他總共讓 欸 這個設定也非常非常厲害的是 是因為我覺得 像阿曲以前玩過很多遊戲 就是那種劇情模式 是完全不能中斷的時候 真的會 會讓玩家可以看遊戲看到非常的疲憊 對 然後 諾子妹妹的作者就是有把這個元素考慮進去 所以 我總共存了三次打 我覺得這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 讓 嗯 玩家在 遊玩過程中 也是可以用自己的心力去做調整 再去 進而的享受所有遊戲的風貌 對 哇 整個是 Aplus 等級的 嗯 遊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對 好啦 那 在這裡 這遊戲就正式的結束了 應該沒有其他的 因為 其他應該也不至於了吧 對啊 什麼都沒有了 好啦 那 這款遊戲的系列就正式在這邊正式的完結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遊戲 對 想 當初是 覺得是一個小品 然後 進來玩玩玩玩 那現在 竟然算是一個 中篇 偏長篇的 時間的遊戲 對啊 阿球人非常非常開心 也非常非常盡興 這兩個小蘿莉所帶來的故事 對 應該是2加1吧 呵呵 呵呵 帶給你們歡樂 阿曲之也非常非常的歡樂 嗯 那就到這裡囉 一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訂閱我 或者是點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一款遊戲 再見囉 see you 掰掰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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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